台灣至今中華民國最被懷念的行政院長 最被懷念的總統 蔣經國 他治國之道就是簡單體會老百姓的生活 他晚年做的最重要的幾個事情 解除戒嚴 開放黨禁 報禁 然後呢 讓老兵回大陸去探親 到今天兩岸開放探親30年了 今年蔡英文新的政策是 不讓政務官不讓退降到大陸去 他是兩岸封閉 而30年前蔣經國是讓兩岸開放 所有台灣民主化最重要的事情 蔣經國在1988年1月13日過世 你看喔 他1987年11月2日開放 開始登記 兩個月後他就過世了 他全部都做完了 說李登輝是民主先生 不要笑人 蔣經國都做完了 你做什麼民主先生呢 吳伯雄接受訪問 他在講說當時蔣經國是怎麼樣做的 他的決策的過程 他說 我感覺蔣經國對台灣朝向開放的方向 是很堅定的 而且他有時間的急迫感 他應該知道自己的健康快不行了 而蔣經國他是逐步漸進去推 不是硬拼 跟民進黨隨性的 隨便亂來不一樣 除了開放阻擋之外 他也把報禁解除 因為你開放阻擋了 你報禁還在 你叫人家怎麼樣去跟國民黨拼 所以你要開放 連報禁要開放 但是蔣經國遭遇很多保守的勢力 保守的力量 內政部主管集會遊行法 你開放阻擋 解除報禁 然後人民有沒有辦法自由集會 所以你修一個集會遊行法 讓人民在有規範的情況下 可以集會 可以遊行 但是不會讓社會脫序 然後那大陸探親是他自己的決定 還是誰建議的呢 當時吳伯雄這樣說 他說當時各種民意都顯示 應該要站在人道倫理的立場 來考慮這件事情 而開放之前 保守的人認為國家安全重於一切 擔心這些人被大陸統戰滲透 但是蔣經國仍然拍板 沒想到30年後我們現在更害怕大陸統戰了 30年前的蔣經國有那樣的自信 我們的人民不會怕大陸統戰 人道勝於一切 可是現在的民進黨 什麼都是阿強的陰謀 所以不可以 然後兩岸從漢賊不兩立 到兩岸一家親 你個人親自參與這段歷史的演變 有什麼想法 他說兩岸同文同種 不能夠因為有過內戰 就要老百姓一直仇事下去 沒有比戰爭更愚蠢的事情了 董哥 他看到你們金門的人 跟對岸這樣人來人往 他感覺到兩岸的發展 互助雙贏 不能夠敵視隔絕 不接觸都有損失 但是我們損失的真的是比較大的 盛鋒兄 開放貪心這個事情 您是親自有接觸的 我想不只是接觸 這個感受很深 我當時要建立法案的時候 我自己對自己有一個期許 就是研究台灣人日本兵的潛意 作為一個台灣人的子弟 應該去爭取回來 那到了立法案的時候 有一幕給我很大很大的刺激 我看了老兵穿了T恤 站在總統府那裡 最後被先兵抬走 但沒抬走的時候 站在那裡 寫一個想家回家 就是這樣子 那個感受很強烈 所以那時候在立法案裡面 我們有幾位 就大力的推動 老兵要返鄉探親 那時候黨中央是有很多的意見 那我記得當時的秘書長 馬樹里先生一直在做這個當中的聯絡人 我記得有一天他曾經問我 他說大部分主張老兵返鄉探親的 都是外省級的委員比較多 那你說一個本省人的子弟 你為什麼會這麼堅持 我只一個感受 我說李敖的那一段字 也很感人 所以少小離家 我們是老大回 鄉陰五改病毛衰 那麼他上面就說 少小離家 老大不能回 我講那個感受很深 所以這時候我就跟馬樹里先生講說 這些人是國民黨把他帶到台灣的 當時曾經承諾要返攻大陸帶他們回去 現在這個承諾顯然是做不到了 就站在人倫的道理上 應該是要開放的 詳細過程就不說 我印象很深 就在中常會要通過的前一天 因為他也是立法委員 他就看他滿臉笑容地走進立法院 就跟幾個關心的委員講 他說你們要求的事情 像這個經國先生已經答應了 但是你們要保守 因為明天中常會才會通過 然後呢 我記得他還比了一個動作 他說經國先生就在床上 告訴大家說 開放吧 但是國家的安全要注意 就是這樣子 不要想誰的功勞 這是一個人倫的問題 所以後面有一件事情 緊急地發生下來 我非常地憤怒地曾經跟當時的政府 幾乎是拍桌子的對幹 什麼事情 就是當時的公務人員 不可以返鄉探親 老兵可以 退休的可以 那公務人員什麼時候才可以去 要兩個條件 一個就是家人病危了 通知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導演說 誰去聽頭啊 第二個要往生了 才可以去探親 他說我百思不解 為什麼活著的時候 不能讓他的子女回去 摸一下尚有體溫的父母親 一定要等到變成冰冷的屍體 才能回去建一份一輩子永遠遺憾的孝道呢 那所以在這個當中 隨著時間環境 這個慢慢慢慢慢慢的改進 我導致今天看到這個消息 這個新聞我有很大的感慨 這個感慨是什麼 國民黨為了人民 為了他的統治下 他帶領下的人民 他可以放棄 漢節不兩立的神子牌位 為了誰 為了國民黨應該堅持 漢節不兩立啊 因為有利於他的統治的正當性啊 但是他寧願放棄 這個神子牌位 為了人民 我今天要請問 民進黨 你為了人民考慮過 台獨的神子牌位 不能換嗎 不能換嗎 這個統治者的心中 有沒有人民 就以開放探親 跟今天民進黨 是不是實質地抓住這個呢 台獨的神子牌位啊 應該有很大很大的落差 民進黨 想一想 收盡國民黨千萬個不對啊 收盡了兩獎啊 千萬個不是啊 但是他為了人民 可以放棄他的神子牌位 你們為了選票 還在握住那個神子牌位 才是讓人家屁事 難過啊 我們來看真實發生的事情 當兩岸開放 三十年之後 九月十二日的兩個新聞 一個是台積電 到南京十二寸晶圓廠 舉行進基典禮 就是把機器搬進去 進基典禮 江蘇省長 江蘇省委書記 還有張舟謀 張舟謀夫人張淑芬 他們坐在這裡 那南京廠會是大陸第一座 能夠在地量產 十六奈米製成的重要基地 你可見大陸非常非常的重視 大幅提升大陸在地晶圓代工的水準 也透過兩岸緊密合作 帶來更多互利共贏的商機 這也就是張舟謀他的意思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從蔣經國開放探親之後 從漢賊一步兩利 盛峰兄剛講 變成現在的兩岸一家金 國民黨他放棄了自己的神主牌 帶來的人民他的安和樂利 兩岸緊密合作 好 這是張舟謀 鴻海一樣在9月12日 鴻海富士康科技集團 跟南京市政府簽署了一個 總計1700億台幣的戰略合作協議 在南京做什麼呢 它就要打造一個整個的供應鏈來服務 像台積電這樣的半導體 所以你看到一個台積電過去是 整冠馬桑 整套拉庫做會過去 然後一起利用大陸的腹地能夠來增長 這是現代狀況 那為什麼半導體要過去呢 不但是大陸的市場14億人口那麼多 而且因為大陸它有很好的人力 我們來看看最近兩個全球大學的評比 一個是世界大學評比 這是英國泰晤士報做的 它每年都在做 我們這張圖表我們講過很多次 台大在2017年的時候 它的排名是195名 2018年變成是198名 退步了 清大跌到300多名 新竹交大跌到400多名 那這個QS全球大學畢業生就業競爭力 它是用你大學畢業生之後 你就業在全球市場競爭力如何呢 台大本來是61到70名中間 到2018年變成跌出100名以外 那新竹交大呢 那新竹交大呢 160到170名 成大也是160到170 台灣科技大學170到180 都在外面 那你看注意喔 北京清大第10名 然後北京大學23名 上海附帶27都比台灣的排名前進 志強你看到什麼 今天我們把經濟的能量 兩岸跟全世界當作一個能量詞 在互相流動 如果我們把門關起來 關起來是說 大陸的經濟能量不能到台灣來 可是我們台灣經濟的能量 還是是往大陸走的時候 歷史會一頁一頁地走過去 政黨也會輪替 但是所有的政治人物 其實你做些 對這個國家做些什麼 關鍵的事情 世人會記 會記得的